看一下你這個 你這次比賽是球辨識嘛 就球的程序嘛 球的程序 還有 怎麼構成的 其實這個是 進進式嗎 還是說 你本來就會球了嗎 球就是在那個魔神公司那邊練習學會 什麼時候 你不是有教藝球辨識 小辨識啊 從那個時候 那個沒有很多久 沒多久以前的 不是五年前的 連飛機 我連開車都在玩藝球辨識 說到這個 回家就要一段時間 半小時 有時候要去學校 要半小時 這時候 不會要小心 所以其實後來我們在你這邊以後 就我們上次交的那一球 那個沒多久 那個 那個上次交的那一球片是其實 不是像他剛剛說五年前耶 3月 3月 3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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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剛好對球 這練習的過程 因為我硬幣的基礎很深厚 然後有一些可能有硬幣的女子在裡面 所以我把它做了很多 跟 我跟硬幣有點像的東西 然後把它結了 結了這個球 然後我不想說 第一次比賽剛好得第二名 應該還會得繼續比賽 所以現在講到重點了 你現在那個魔術會怎麼進行 結果有沒有打算什麼 就是那個魔術會 有沒有什麼想法 對魔術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沒有放出8到16公斤 好吧講目標好了啦 他有機會 他有機會去 之前也是想去清水 清水嗎 那個 我上次有記一個 那個 有一個門檻的 那個不是 我上次要報香菸 就沒過了 我上次有記一個影片過 就是 那個內容態度 對 因為每個比賽 它的要求不一樣 說到這個 我現在插播一下 我們現在插播一下 我們那個兩分鐘比賽的用力 就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我們真正在比賽的時候 不會只有兩分鐘 通常都在六分鐘左右 那你六分鐘左右 你說你從一開始 從沒有要到六分鐘 這個過程其實是 有點難 應該說難度是蠻高的啦 那你如果先設定兩分鐘 我們把它拆開來嘛 就是很多事情都這樣 你把它拆開來 一步一步完成就會 稍微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 為什麼要用兩分鐘比賽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先用兩分鐘的比賽 讓你有一個程序出來 有一個主軸先出來 然後呢 你再慢慢去加 三分鐘 四分鐘 到六分鐘 到八分鐘 六到八分鐘 因為比賽大概也是這個 這個階段 不會只有兩分鐘 那個是比較特別的比賽 對不對 因為我們那兩分鐘 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我們是 要延長到六分鐘 所以呢 你那個 你排的內容有沒有 兩分鐘嘛 你現在 慢慢加 慢慢加 雖然是兩分鐘比賽 可是你可以演三分鐘啊 你也可以演四分鐘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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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